Hello 各位好 我是Raymond 檸檬子 今天终于可以更新到iOS 13 先看一下自己的装备到底行不行 有没有达标 那我们的装备要不要 确认一下 从这里看一下 这边是手机 这边是 iPad部分 iPad要晚一点 那我们先看手机的部分 我刚好是有达到最低底线的iPhone 6s Plus 终于 在底线里面终于可以更新 好 那 这个 确认完自己装备能不能更新之后 更新完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次更新最 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之前我们要下载一个App的超过 150MB 后来有更新到200MB 超过的话你就一定要用WiFi 在今天 他已经解禁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直接 吃到饱就直接充了 就没没在怕了 好再来 下一个 打开我们的手机进来 点选设定进去 好这边没有 往下滑 再往下滑 滑到这里看到这个 iTunes和App Store 这个点一下进去 点进去之后看到下方 这里 App下载项目 超过200MB 询问我不要你不要问我 就直接下来就好了 好点进去 勾选 永远允许 就是这个 永远允许打勾之后代表日后下来的话就直接 指纹扫或是直接打密码 直接打 Apple ID的密码 都可以直接去下载 好或是直接扫一下 好所以这个就是勾永远允许 就一切都以后不用问了这些都不用 除非你今天真的是 没有吃到饱 这几个就是要选 永远 先询问走 这是很重要 关系到你的荷包 好所以 这是我们iOS 13 最重要的更新 就这个 好因为 毕竟之前安卓都搞定了 好 那我们 这个好了之后再继续录下一个 好 大家先来试试看 先来解禁一下 好 一起加油